对于一部漫画来说,画工虽然重要,但也并非不可或缺,只要剧情和分镜够棒,哪怕画工并不出色也一样能让人印象深刻,典型的就像万老师的一拳超人。 而最近,阿正又找到一部类似的作品,它叫做《诚意三三九年》,这是日本漫画家Ishitomoka的出道作,文化工确实挺简陋,里面的角色如下,背景是这样子的。 这么一眼瞧过去,就像是美术学生的涂鸦之作,虽然简浅易懂,但也确实有点粗糙,只是作者对剧情和分镜的掌控非常到位。 只要你愿意钻研剧情,画风就不再是问题,这作品出道就在Jump上连载,2016年完结,内容也不长,总共也就50多画,但就这短短50多画的内容。 却能给人一种沧桑感,这是一个关于轮回的故事,故事的主角名为哈洛阿兴萨,因犯下弥天大罪,被判处了三三九年的监禁,等等,人一辈子顶多也就活个一百多岁,要关三百多年是什么意思? 很简单,这是一个存在轮回转世的世界,人死后会忘掉今生一切,转世重生变为另一个人,不像我们仅存于口头上的前世今生。 在这个国家里甚至有出生局这样的机构,在一个人死亡时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与其外貌特征相似的婴儿,并将其认定为死人的转世。 故事里的哈洛一共有六代,每一代哈洛死亡后,出生局都会发动人力找到刚出生的下一代哈洛并将其逮捕,让他在监狱中度玩余生。 每一代都是如此,直到他的几代转世彻底服完这三三九年的刑罚。 而故事,就围绕着六代的哈洛展开,第一代哈洛的故事只有寥寥数笔,一句话就交代了他的结局,性格不知,来历不明,更不晓得他究竟是犯下了何等罪孽才被判处这么严重的刑罚。 一切的谜团都由后面几代哈洛解开,而第二代的哈洛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,他一出生就被出生局找到并关进了监狱。 从未受过教育的他不认字,不是人,连话都不会说,在监狱里,他只学会了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,像动物一样懵懵懂懂地活着。 好不容易,有个叫雅洛克的新人守卫,因为同情而叫了他一些生活常识,结果这无意中导致哈洛学会饲养老鼠,最终被老鼠感染病毒而死。 得年十二岁,至于第三代哈洛的人生就比较充实了。雅洛克因为会对于上一代哈洛,这次从小就教会了他良知与行善。 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他是个虔诚的信徒,性格温厚且为人和善。 他一生都在忏悔自己早已不记得的罪孽,喜欢帮助周围的人。 在四十五岁时,对所有人说了句谢谢之后就与世长辞。 到了第四代哈洛,人生突然变成了一出爱情故事。 因为这次哈洛转生成了女性转世不限定性别。 然而这回又有个名为西纳特的新守卫对他抱有好感。 他教会了哈洛读小说,也因此勾起了哈洛对外界的兴趣。 两个人也因此结下了姻缘。 后来邻国爆发了战争。 监狱方由于离边境太近怕被战火牵连。 于是决定全部撤离,并要带撤离前将所有囚犯处决。 西纳特不忍,便带着哈洛偷偷逃走。 可惜还是被宪兵队追上。 双双在一片麦田旁遭到枪绝。 至于第五代的哈洛,则活成了一个传奇。 甚至在因他扬作下沉了政府反抗军的领袖。 看得出来,每一代哈洛的经历都各不相同。 人生目标权都不一样。 但在这些不断变化的人生轨迹里,却也有些不变的东西。 那便是思考的学醒。 像第一代哈洛就是因此而入狱。 他所犯下的弥天大罪在第三代的时候被揭露了出来。 他的罪孽是革命。 为什么而革命? 因为他对当时的轮回制度产生了疑问。 在那个世界下,是教会统治了国家。 轮回转世是教会的核心交易。 前世的功劳能被后世继承。 前世的罪孽后世也要承担。 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。 交易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。 只是任何事物一旦牵扯上了利益。 就会走位。 对于那个腐朽的国家而言。 转世这种说辞是最好的统治工具。 在出生局的友谊安排下。 前世的资料都是可以交易的。 有钱有势就可以弄到功绪斐然的前世。 而无权无势就只能听天由命。 在这种情况下。 普通人永生永世不得翻身。 贵族子四的前世就一定是得高望重之人。 今生能获得各种优呆。 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。 对此,第一代哈洛就站出来表示质疑。 轮回转世真的存在吗? 可是啊,那个国家的统治就是建立转世的基础之上。 对基础的动摇当然不被允许。 他便因此而落网判刑。 只不过思考一旦觉醒,就再也无法遏制。 像第二代哈洛像野兽一样的人生就引起了守卫雅洛克的同情。 让雅洛克不经反思,他的罪孽连自己都忘记了。 那赎罪还有意义吗? 到了第三代哈洛,曾经的守卫雅洛克已经成了典玉长。 他和第三代哈洛成了毕生之友。 他也因此相当清楚第三代确实是个好人。 可这样的好人,为什么非得在监狱领了死残生? 抱有这样的疑问,他开始深入调查此事, 并将轮回方面的遗点写成了笔记藏了起来。 而这本笔记,又被第四代哈洛时的守卫西纳特发现。 西纳特也因此开始怀疑轮回的真相。 所以在故事后面,他才能勇敢地忤逆上起的命令, 带着哈洛逃走。 虽然他和第四代后来一起死在了麦田里。 但他成功将笔记托付给友人。 让笔记在民间流传开来。 成为了革命军的盛典。 而这一切的因缘纠缠。 终于在第五代哈洛的时候彻底爆发。 第五代哈洛成了反抗军的领袖。 踏上了正面对抗政府的道路。 沧海桑田,世事变幻,在国家和信仰面前。 人是如此的渺小又无力。 间连几代哈洛全都死得无声无息。 可其变如此,一代又一代的人赌上性命的努力却并非毫无意义。 这几代的哈洛将质疑与反抗的精神星火相传。 最终才让革命的已成功。 这是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。 不过,他并没有止步于此。 对宗教意义,他也有着深入的探讨。 轮回虽然被有心人加以利用。 却也并非毫无价值。 在故事中也有笃性轮回的真信徒。 他们却是通过信仰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静。 作者想做的并不是一味地去摧毁人们的信仰。 故事里最引起我深思的一幕,来自于前信徒对革命军的质问。 有信徒发现,革命军中也有经常去教堂祈祷的人。 他质问为什么明明信仰着神,却依然要参加革命军。 对方的回答是,他们革命的目标不是去打倒神,而是将神还给人民。 正应了那句名言凯撒的归凯撒。 上帝的归上帝,世俗政权不应干涉宗教信仰,否则会让信仰产生质变。 而宗教信仰也不应参与世俗政治,否则会让阶层固化。 谁能想到呢? 这样的故事隐含其深的思维。 而截止出自一部短短五十余画的漫画。 这么精妙的故事,你不去看看吗?